3月6号下午 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西藏代表团举行开放日活动 全国人大代表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 在回答外媒有关问题时表示 达赖自叛逃以后 没有给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 达赖自叛逃以后 没有给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 没有给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 虽然他仍然以他的宗教身份 来在国际上 包括获得一些国际势力的支持 但是西藏人民心中有感称 他们是非常感谢 共产党为他们带来的幸福收获 在当天的答问环节中 有媒体记者还问及去年 经美国总统签署惩罚的 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 吴英杰指出 这一法案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是完全不顾事实而确立的 近几年美国进藏人数非常多 由现在为止 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三位 在我们的阿里深山 在转山 包括美国的一些代表人士 是吧 包括当年洛家辉 佩洛西 都是到西藏 多次来过 来往过 是吧 另外一块呢 就是这个游客 美国的游客 特别是老年游客 这些年来 来得非常多 来得非常多 吴英杰表示 此前也曾有外国游客 赴西藏自助游发生事故 考虑到特殊地理气候的原因 西藏对依法依规的外国人入藏 采取了一系列的管理规定 吴英杰说 如果以所谓的对等原则 鼓噪对中方官员 采取歧视性的签证政策 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请不吝点赞订阅